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党的国会员林丽颖响应巫统树立主席穆罕默哈山 停止使用麦西亚特拉的呼吁 促请政府4月开始废除麦西亚特拉停止监视人民 林丽颖表示正如政府已经取消体温测量的措施 也应该停止追踪人们的行踪和活动 因为这基本上是在侵犯隐私 除了政治人物担忧这个各自的问题 那么大马医药协会MMA的主席顾佳彩也说 由于关闭在国内社区高度传播 麦西亚特拉在现阶段用来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扫描功能 已经不像大流行早期阶段时那么有用 而随着大马正在过渡的endemic阶段 是时候考虑停止 每次进入场所扫描麦西亚特拉的做法 尤其是当我们完成过渡阶段之后 那么另外呢 因为麦西亚特拉已经和个人资料相连接 而且不可转让 顾佳彩是建议政府将之转为个人的健康记录系统 并提供跨医疗机构的使用 至于卫生部长凯里的看法 他是认为 麦西亚特拉还有必要持续运行 直到疫情稳定 他补充 或许几个月之后疫情稳定 那个时候就可以不再需要打卡麦西亚特拉 我们来换个焦点 女教授在课堂上公然指责一位 用手机上网课的学生 应该想办法买电脑的视频 在网上引起热议 这一位来自西亚南马拉公益大学 UITM的女教授 在视频当中声明 自己求学时期 不会和B40群体的同学 住在一起 有关视频 引起网民的热议 认为教授没有设身处地地 为贫困学生着想 跑红他不止阶级歧视 还歧视女性 不会在大学里头任教 在风波发酵直起 高校部长诺莱尼也已经知道此事 并且要求校方做出解释 而UITM的校长诺斯亚 事后发文告表示 校方已经迅速对涉事的女教授 采取适当行动 校方也强调 绝对不容许任何人 有意或无意破坏学校良好的声誉 不过这一位校长 并没有在文告当中说明 适当行动的含义 在一众骂声当中 巫统主席阿摩扎西的长女 努鲁西达亚有不同的看法 她在IG表示 这位教授生气 是因为已经第五个学期了 学生还没有电脑 虽然是有困难的人 但身为学生 应该负起责任 并且以重要事情为优先 努鲁西达亚还说 如今的时代 被讲师责骂 也要放上社交媒体 她认为 应该将这个伤心和失望的情绪 化作力量来燃烧斗志 而如果真的要求取知识 不会如此分享或羞辱讲师 不过 穆达主席塞沙迪 不满努鲁西达亚的论述 认为对学生 平头论足很容易 但与其继续带有偏见 说三道四 不如直接帮忙 否则就最好收声 政府即将在4月11号 提成反跳槽法案之际 首相署部长望朱乃迪 今天在谷会上演说了 根据他们拟定法案 阐明的跳槽定义 一旦议员跳槽 就需要悬空有关议席 而且需要在60天里头 重新选拒 第一种跳槽情况是 任何议员在大选赢了之后 宣布推出原本的政党 甚至宣布为独立议员 或随后加入任何其他的政党 第二种被视为跳槽的情况则是 议员赢得议席 却被其政党开除 这是为了确保国会议员 遵守党纪或者是党规 第三 欧珠乃迪也解释 有三种情况不被视为跳槽 包括党本身解散 有关议员被领选为下一院议长 或者是副议长 以及政党和其他政党结盟 无论如何反跳槽法 最终能否4月11号提成 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望中乃迪表明 4月6号的内阁将有所决定 另外也跟你预告 今天晚上的百个大家想 我们就邀请了两位嘉宾 跟你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竞选盟今天发布了 柔佛周选观察报告 向选委会提出数项 需要改革的建议 当中就包括修改1954年 选举犯罪法令第27条文 让选委会掌握更大权力 以制定条例 关于柔佛周选的事情 观察员针对21个周选区 记录到71项违规事件的通报 数据是远比马六甲周选 以及上拉月选举还要多 有关违规行为包括了 会选及买票 宴请及赠礼 使用政府资源和设备 种族课题 在投票日竞选档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 双维学院与大学 国际领先课程开放入学中 遇知更多详情 可浏览3v.edu.ma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